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这次英国脱欧 让英国的几个组成部分 苏格兰 北爱尔兰 都有了些许的分离主义倾向 苏格兰就屡次表示 他们要马上开始二次公投 而且苏格兰人认为 如果搞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 一定会通过的 其实相比于苏格兰 北爱尔兰的分离倾向恐怕更严重 毕竟北爱尔兰旁边 就有个同文同种的兄弟国家爱尔兰 人家国名都如此的相似 爱尔兰人本来早就想把整个爱尔兰岛 变成一个国家了 只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爱尔兰岛一直被分离着 之所以整个爱尔兰没有统一 是因为在此前 北爱尔兰还是民心向英国的 很多年前 其实北爱尔兰也搞过一次公投 那时候 90%以上的人赞成留在英国 讲起来 这还是个挺吊诡的事 大家看 爱尔兰和北爱尔兰 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文化 按说北爱尔兰老百姓应当更愿意加入在爱尔兰中 而且从经济角度上讲 爱尔兰可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几个国家 爱尔兰的人均GDP都7万多美元了 这个数字比英国要高的多的多啊 英国连4万美元都没到啊 也就是说爱尔兰虽然是个小国 只有几百万人口 但是人家是个富国 从人均GDP上看都快是英国的两倍了 更关键的是 在整个英国范围来看啊 北爱尔兰还属于英国相对不太发达的地区 北爱尔兰的人均GDP大概只有爱尔兰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想 这个经济上的相亲率有多强啊 北爱和爱尔兰的差别都已经高于当年东德和西德的差别了 当年东德老百姓是多么盼着能加入到西德中啊 重新回归一个统一的德国 大家能迅速的富裕起来呀 但是为什么守着这样一个富裕的亲戚和邻居 长久以来北爱尔兰的主流民意还是要留在英国呢 这是因为宗教的力量 爱尔兰全民信奉的是天主教 北爱尔兰大多数人信奉的是新教 宗教的力量远强于文化和经济 北爱尔兰的很多人担心啊 如果我们跟这个爱尔兰合并之后 爱尔兰会不会对新教徒有迫害呢 好歹留在英国 大家都是信新教的人啊 所以长久以来 虽然旁边是同文同种的兄弟 北爱尔兰人还是愿意留在英国 但是这样的局面也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了 就在一两个月之前 有相关机构对爱尔兰人做了民意调查啊 第一次支持和爱尔兰统一的人 高于了支持留在英国的 而未来英国的脱欧谈判啊 北爱尔兰边界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很有可能成为压垮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北爱尔兰真的要离英国而去了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